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师父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其实学佛学到后来就是一个境界了 因为境界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在你处理事情上 在你说什么话 一句话讲出来 别人就知道你境界高和低了 所以有些人一出口 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因为你是自私的 所以别人就看不起你 境界高的人总是为别人想 所以境界高 境界的提升会让你谨守口业 所以很多人知道自己境界还不高 讲话就特别当心 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到 就是祸从口出并从口入 实际上就是请守自己的口业 不要乱讲话 你不讲话 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境界 一开口 境界马上就掉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学佛人学到后来 越来越来越怕讲话 所以学佛人 我们以后对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 不要随便说 祸从口出 如果你随便说话 你会让别人感觉到 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活得很痛苦 因为别人都不相信他 他说什么话 别人都不相信他 因为你不值得别人的信任 所以一个人说话代表你的境界 可靠的话 有把握的话才说 不可靠 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说 谨言圣行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守的口戒 因为口戒你戒不掉 你的口业就来了 要福慧双修 因为要守住口业 要有境界 你要有福气 要有智慧 你这个人没有福气 你不能碰到高僧大德 你不能碰到好人 如果你这个人能够懂得 我惜福 珍惜自己的福分 然后呢 我慢慢地就会拥有智慧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就慢慢地会提高自己的境界 那么很多弟子会问师父 师父那么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 师父告诉大家 布施中来 你喜欢语言布施吗 喜欢财布施 法布施 这个无谓布施吗 你愿意拨出你宝贵的时间来帮助别人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这个人就有智慧 你就是广结善缘 因为帮助别人可以提高自己啊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你对这个问题就了解了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认识一个当年到澳洲来的同学 他就很愿意帮助别人 他当时来到澳洲的时候 他也没结婚 也没孩子 他就经常帮邻居啊 帮住在一起的同事的小朋友啊 就专门帮他们找他们的孩子啊 哪个精英学校 哪个地区啊 什么什么 结果等到他结婚 他自己生孩子 他都懂了 所以帮助别人增加自己的智慧 要视众生为亲人 把别人看成亲人 你接个电话 都会把你的声音变得这么美 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人接电话 你好 讲话就像 根本不像对亲人一样 所以很多人对自己的父母亲 讲话都是很粗糙的 所以这种语言代表你的境界啊 有修养的人怎么会这么讲话呢 所以对别人善了 你就有福气了 你对别人善良 你一定会有福气 你对别人很恶 你会丢失你的福气 所以智慧从戒中来 智慧哪里来的 守戒啊 所以一个人有智慧 别人尊重你 你的境界就被人家看上去很高 那么因为你守戒 你不乱讲话 不乱做任何不应该做的行为 然后呢 脑子想的都是应该想的事情 而且守戒守口 那么你就拥有了 身心无脏 会自然就来了 你的心中啊 没有障碍了 你们想想看 你不懂的事情 你不说 你讲出来的都是懂的 那么是不是得到别人信任啊 那很多人为什么会被人家看不起啊 就是不懂装懂啊 各行如各山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这个专业的 你比方说你是电脑专业的 别人不懂 说我懂 你马上别上一看就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个唱歌的 你说我很会唱 你跑上去唱五音不全的 别人马上就听出来了 这就是你不懂装懂之后 让别人看低你 境界就掉下来了 所以永远不讲自己不懂的事情 永远要守戒 你这个人境界就提高 你智慧就会来了 我从小就听很多有智慧的人讲 就是说你永远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要谈自己懂的 如果自己不懂的话 你不要去跟人家谈这个话题 那么人家说 那你边上像傻瓜一样 别人谈的话题你都不懂 那你不是 就是不能在同学当中 拥有一定的凝聚性了吗 是啊 你可以慢慢把话题转过来 转到你熟悉的话题 然后你再发挥 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你不懂的事情不说 那么你懂的事情你说了很多 那么别人就觉得你都懂了 实际上 当然你还是不是全部都懂 但是至少让别人能够看得起你 不是个乱说的人 那我们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不会做人 不该讲的乱讲 不该做的乱做 不该想的乱想 然后看别人都不顺眼 这样的话就慢慢的造成 无事生非 你们想想 人跟人的接触 你心里想什么 你的眼睛里会看得出来的呀 你觉得大家对你好 你会眼睛里充满着喜悦 感动 如果你今天感觉 大家都在讽刺你 对你不好 用另外一只眼睛在看你 你自己心中 就会马上产生烦恼啊 忧郁啊 难受啊 没有事情 你的眼睛就会产生很多的 异样的感觉 让人家感觉 哎呦你对人家不好 其实 人家没有这个想法呀 大家都忙大家的事情 谁专门来 对你特别照顾啊 除非跟你特别好的 人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不要随便的在人间的猜测 猜测呢就是 去经常怀疑啊 你是不是这样啊 你是不是背后捉弄我啊 或者怎么样 编造没有的事情 这样的话 你会给自己找麻烦 啊 佛友会觉得你 这个人 非常的多疑 人家不愿意跟你说真心话 相反的话 你不去猜测别人 讲话实实在在 别人会觉得你很成熟 很有修养 讲出来的话 头头是道 懂的事情 多讲一点 实际上 他不可能 什么都懂的呀 所以这个就是 师父跟你们说 一个修行人 如果脱离了 一种人间的低级趣味 也就是说 不要去整天的 看着周围的环境 而生活 不要去整天的 随着别人的心情 而活着 那你就是脱离了 人世间的低级趣味 你为什么老觉得 别人在想你不好 别人在说你不好 别人在做一些动作 对你不好 过去有人说过笑话 说在饭店里 哪个员工 如果把一个盆子打破了 或者把一个条根打碎了 就是说 马上这个supervisor 就是那个管理人员 就会觉得 他今天跟我闹意见了 有看法了 有想法了 因为这种做领导的人 他特别敏感 他总是感觉 别人对他有意见 因为他做出来的事情 并不是如理如法 所以他就会感觉 别人对他不好 这就是他自己心中 没有脱离了 那种低级的想法 其实低级趣味 就是低级的想法 那么就是凡人 反之 如果你好好的修心学佛 你就是圣人 好 今天师父呢 跟大家讲一讲福报 我上次答应大家 跟大家讲福报 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福报 是什么呢 我们每天都讲了 哎呦 你这个人有福报啊 对不对啊 真正的福报是什么 用佛法界讲福报 叫清净无为 清净无为 一个人清净了 心要净了 头脑清了 然后心中 既无烦恼 也没有悲伤 既没快乐 也没忧伤 清净无为啊 很干净啊 没有想法呀 这不就是无得 亦无失吗 没有得到 也没失去啊 无得亦无失啊 我没有快乐 我也没有忧伤啊 因为快乐来了 我没感觉 所以我不会承受 失去的忧伤 人家对你很好 你谢谢大家 谢谢别人 对不对啊 人家离你而去了 不离你了 你不会很忧伤的呀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学佛人 没有悲伤 没有烦恼 没有忧伤 没有快乐 就是无得亦无失 就是没有什么 人家侮辱你啊 难受啊 活着痛苦啊 没有什么 感觉到我非常荣耀了 大家你看都这么 对着我看 哎呀 你看我多有感觉呀 你的心永远是平静的 非常平静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了 过去心理学 做过一个试验 跟一个人讲 你待会到公司里 开party 你看所有的人 都会不理你的 都怪怪的 因为今天公司里 缺少一样东西 他们大家都在 说是你偷的 实际上这个 做一个试验 是心理学上的 根本是无中生有的 一件事情 而这个人 听了这些话之后 当他走进了 这个party 走进了 跟大家一起聚会的 这个地方 他的眼神 看别人 他自己怪怪的 所以别人看他 都是怪怪的 所以他看到所有的人 都对他怪怪的 实际上他不知道 是因为他自己心中 人家说有鬼了 你心中有芥蒂了 所以你让别人 产生芥蒂 最后他感觉别人 真的是这么 对他有意见 这就是心理测验 就怎么样 人就是这样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有的时候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最后人家告诉你 根本没这回事 这是你下心理的 他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就是人的心理在变化 感觉有人看不起我了 感觉有人嫌弃我了 所以你的心就不能 鲁鲁不动了呀 所以真正的心 能够鲁鲁不动 你就是在享受天上 给我们的福报 今天活得很开心 没有烦恼 没有忧伤 没有荣誉 也没有污辱 你不就是福报吗 平安不就是福吗 所以为什么叫平安 就是福报啊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清净无为 清净无为的福报 清净无为 就是清福 想清福 所以过去我们很多人 活在这世界上 都说 哎呀你这个人要想清福了 你有福气啊 想清福了 那么师父告诉你们 你有福气 福气还要清 很多人有福气 接下来就烦 对不对呀 你要清福是什么 那么有些人的福气说 哎呀我要很多的福气啊 财色名十岁 都是福气啊 有了之后也开心 但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想清福啊 他希望有清福 那举个简单例子呢 你今天单位里啊 做了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了 你开心吗 回到家里 你看我做经理了 然后呢 接下来烦恼一大堆吧 对不对啊 你看看 哎呦我很开心了 我终于如愿了 我拿到了第一名 接下来呢 大家都来找你啊 签字啊 对不对啊 然后来找你来赞助啊 找你来干嘛 这个福气不是清福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 什么叫清福 清福是有智慧的人才能想的 没有智慧的人想不到清福啊 当一个人清闲的时候 心静下来的时候 没有挂爱的烦恼的时候 没有感情的牵绊 没有贷款的压力 能够在家里一个人坐着 清清淡淡的 没人来找 没有烦恼 没有忧伤 喝一杯茶 念念经 想着没人搞你 没有人嫉妒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诽谤你 这时候 你就是享受着清福的福报 所以什么叫清福 所以有的人说 平安就是福了 你说你还要什么福气啊 你以为得到了开心啊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得到了 有一个人种彩了 种六合彩了 几千万呢 接下来孩子被人家绑架 最后他被人家绑架 你说他有福气啊 有啊 有清福吗 没有啊 你能够坐下来 安安定定 没人讲你 没人搞你 自己知道自己 我没做错 念念经 一个人坐下来 哎呀 这个世界都是我的 我清净的世界都静下来了 这不是一花一世界吗 对不对啊 你这就是你自己享受着清净的环境 没人骚扰 一个人打坐的时候 不就是轻福吗 完全没有电话 没有人来跟你讲话 没有人来烦你 这个就是福报是非常大的 我感谢观看 别人来烦你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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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